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末 这边的话我们来观战一下B站那个搞笑十分幽默的up主 多么的一个小丑 这个另一帽小丑是真的很可爱 我们看一下这把一个开局 阵容的话是典型的牵制流 这阵容的话也不着急 可以拖到后面一波那个会加速 一个牵制流的打法就是尽量能够拖住足够长的一个前期的时间 只要能拖到破加速出来 基本上文盲也能变盲理 这边木屋看到了一个耳鸣 但是还不知道是谁 他这里的话应该死追一个先知了 毕竟场上比较好追也就先知 会相对好追一点 你要是追祭司 祭司手上还要鸟 先知的话保人可以自保有点难 闪现时间快好了 这先知应该加加不住了 除非他能硬判一波闪现焦鸟 但是压有点大呀 这边应该要焦鸟了 但是鸟一焦这地方也不好转 闪现一波带着 要焦闪吗 这距离好像有想整闪 那这里的话前锋就位了 我们看一下前锋的一个视角 前锋在这边压迫一下监管者 我们小丑要装无限锯吗 要撞这样 这边好像是把 那这里的话就保不到了呀 前锋的话要撞一手吗 很危险 这距离 要撞一手 一个回弦 拉球 啊撞到了 那这样 但是下来好像也走不了 还有锯子 不过这球好像就晕得心有点强 哎 哇那这波节奏断的有点伤了呀 嗯 这边没办法 虽然说有翻板架式 但是毕竟翻得慢 嗯 嗯 这距离还要拉球吗 还要拉吗 还是说直接撞就 但是就 那球不够了 这次这台电机快亮了 嗯 嗯 前锋要再紧一手 撞就下来 救的还是比较快的 然后感觉要双趴呀 哎呦 这样子有点难受了 前锋跟没上砖头啊 没上砖头 那还是件好事 把中场点亮了 那场上的话就剩下两台了 先在这边歇着鸟 但是这距离的感觉走不了呀 这距离的话还是要倒 嗯 这样子的话谁去救呢 还是说卖掉了 感觉可以卖掉 毕竟你要去救的话也行 但是先知没有道具了 不一定能走得掉 看用兵这意思 好像还是要救一手 但是救了怎么跑呀 弹船这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要的 而且厂商电机还差个一台 可能就点多压个耳鸣 救的话感觉有点 有点收益不特别高 除非救下来能保得住 但是你要去保他 那可能就要双趴 而且还有个转头 要救吗 救肯定是能救下来的 但是保就不一定了 那这边就顶多拖个20秒那个薄命的时间了 拖个20秒的薄命的时间 后续的话就看求生者一个阴影了 如果阴影都好 没有带一刀的小丑还是有机会三跑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先知导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刁转 尽量离椅子远一点 能拖几秒就拖几秒 有些对局可能往往就是那么几秒钟的时间 就决定了一局轴系的走向 这把的话只要不倒遗产 基本上求生者跟监管者应该是个平局的节奏 哎哟 这傭兵被打了一手转头 那难受呢 海边机子的话能带走吗 海边有两台电机 不过这距离感觉 完全可不用管傭兵 傭兵吃了转头可完全不用管 我们的队某子还在找人 嗯 前锋在这边压了一手 我们不能找得到 哎 找到了 为什么呀 哇 一个闪现空了 那就 雨上往来 你既然找到我了 那就闪现空了 就算 就算是一个补偿吧 但是距离感觉也走不了 除了二级的小丑不好博弈 东兵摸不起来 即使那台还是个心机 这怎么打 还要被过遗产 佣兵估计现在只摸了一半吧 吃了转头的佣兵 摸还是很久的 至少要摸个一分多 摸了八十了 还是比较慢的 这里的话我们看求生者一个思路 打算让佣兵救一手 即使其实可完全去修 然后让佣兵去救一手 嗯 要接大洞吗 这洞感觉还是要被打掉 而且还是要被拉 这距离的话感觉也救不到了 那这边提前恭喜我们的监管者拿到一个四杀的成绩 这边即便揪下来也没用呀 这电击也修不了 而且大船也没收多少 嗯 这里的话只要监管者不掉线 基本上就是一个厮杀的节奏 那这边恭喜我们的监管方拿到一个厮杀的成绩 对